毛主席一向不愿为他人寻思 可是1957年 毛主席却下令将一名干部由副处级提升为副省级 这是为何呢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给我一圈三连 毛主席虽然一向是个不喜寻思之人 但是对于那些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 毛主席是愿意为他们破例的 1932年 毛主席正在干南地区展开革命工作 突然遭遇了民团特务的偷袭 千军一发之际 幸好王胜荣及时赶到 救下了毛主席 此后毛主席就注意到了这个英勇无畏 不顾危险舍命救人的王胜荣 抗日战争时期 王胜荣跟随部队四处作战 战功累累 但是解放战争时期 却因为一场意外导致左腿截肢 不得不从战场退下 但是王胜荣并没有放弃革命事业 不能作战的王胜荣在后勤职位 继续发光发热 期间 王胜荣响应国家的号召 大力发展工业 后来 因病回到了老家 担任工程局的副部长 和工人们同吃同住 深入现场 积极为部门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7年 毛主席视察来到了武汉地区 想起王胜荣老家就在此地 特意询问了王胜荣的消息 当得知王胜荣如今 还是一个副处干部时 立刻为其升了职 提拔王胜荣为副省级干部 王胜荣无论在何处 都始终为国家着想 为百姓考虑 他这种无私奉献 为国为民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